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友情不分咖位,金娘子与赵丽颖的动人故事 凤行的最终章已经揭开,每个人都发布了含泪告别的微博 演员王一瑶分享了扮演金娘子的经历,述说了幕后故事 2015年,赵丽颖与王一瑶相识于加油吧 实习生的拍摄现场 当时,赵丽颖已是备受瞩目的女一号,而王一瑶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 咖位不匹配的友情 王一瑶惊讶地表示,她未曾想到赵丽颖如此真诚可爱 首次合作后,每当与他人提起赵丽颖,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赞美她 六年后,两人在网络剧《谁是凶手》中再度相逢 赵丽颖扮演沈玉,而王一瑶则饰演周小云 她上次与赵丽颖打招呼时感叹道,好久不见了 赵丽颖的笑容依旧温暖如初 时光流逝,她依然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代表作品 而与此相比,王一瑶的名气并不突出 但赵丽颖并未因为地位的差异而疏远王一瑶 她依然与她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赵丽颖不仅是金娘子的推荐者 她所使用的这把鱼伞也为一个又一个人提供了庇护 当工作结束后,王一瑶前去赵丽颖的房间 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 王一瑶赞扬赵丽颖说话具有一种舒缓心灵的魔力 这让她在迷茫中汲取到了不少前行的能量 赵丽颖告诉她,天道酬勤 这番话她已听过多次 这激励着她本人,也激励着后辈们 赵丽颖不单单用言语安抚王一瑶 还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 她表示在即将拍摄与奉行时 发现一个角色非常贴合王一瑶 既美丽又英姿飒爽 她将向王一瑶推荐这个角色 被赵丽颖利剑的金娘子 撑开了一把又一把的伞 这就是赵丽颖的影响力 金娘子让王一瑶有了姓名 王一瑶竟然等了整整两年 才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金娘子这个角色 因此在娱乐圈声名雀起 1991年出生的王一瑶 毕业于奇奇哈尔大学文学系 在一次考试中 被星探发现后加入CVTV星模天使团队 之后连续两年担任沃尔沃环球翻船赛中国区的宣传模特 紧接着步入娱乐圈开启了演员生涯 她参演的作品纷纷问世 包括《玉谷瑶》中扮演如意 以及《青青日常》里的双将 还有《谁是凶手》中的周小云等等 她不仅容貌出众 演技也十分精湛 然而却一直未能引起轰动 直到饰演金娘子这一角色 一切才有了转机 事实上 即便在剧集开播前 王一瑶自己也未曾想过 这个角色会如此引人注目 成为大家铭记的角色 她透露 关于饰演这一角色的心路历程早已谱写而成 而对于观众喜爱金娘子的感激之情 则是事后追加的一部分 金娘子的高光甚至盖过主角 王一瑶的所有角色中 金娘子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 当她与赵丽颖并肩站立时 她更是那个耀眼的存在 几乎掩盖了赵丽颖的光芒 不过 要是赵丽颖稍有介意 如今的形象就不会如此了 除了神君 金娘子也是全剧中投入最多资金的角色之一 尽管她是配角 但她的服装道具绝对不含糊 展现出了非常豪华的气派 赵丽颖和王一瑶之间的友情真挚 使我意识到娱乐圈存在着 不受明星地位影响的真挚情意 并非所有一线演员者和被受关注的人交往 赵丽颖就是一个例外 她所结交的朋友来自不同的行业 其中包括曾经担任她经纪人的张婉婷 已经名不见经传的丁子俊和关志斌 以及张瑞等人 赵丽颖最近被评价说 即便身上沾满米点子 她也不忘为他人地上雨靴 因为她曾从跑龙套做起 深知艰辛 常常怀着一颗宽容之心 为他人提供机会 为他人撑伞 金娘子和赵丽颖的友情故事 让人深受感动 不仅展示了娱乐圈中真挚的友谊 而且彰显了友情的可贵之处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环境中 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成为了一抹清风 给人们以力量和启示 金娘子和赵丽颖的友谊并不受到咖位的制约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真诚超越了名利和地位的界限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彼此的支持和理解始终如一 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他们的友情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真正的友谊都是可以跨越一切障碍的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 金娘子和赵丽颖的友谊就像一盏明灯 王一博的颜值引领时尚潮流的标杆 王一博以独特武观 清冷气质和高挑身材脱颖而出 是娱乐圈的顶流偶像 他不仅有颜值 更有扎实的舞蹈和演技实力 颜值评价主观 但王一博的才华和品质更值得欣赏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王一博的颜值在顶流中 无疑是一个备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他的外貌特征独特 气质出众 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首先 王一博的五官立体而精致 这是他被广泛称赞的一个特点 他的眼睛深邃有神 透露出一种坚定和自信的气质 眉毛浓密且形状优美 给他的面庞增添了几分英气 鼻梁高挺 嘴唇线条分明 这些特点都使得他的面部轮廓非常清晰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 王一博的气质也是他颜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冷感 这种气质让他在镜头前显得非常独特 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照片 他都能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同时 他的自信和从容也让他在各种场合都能保持优雅和得体 此外 王一博的身材比例也非常出色 他拥有高挑的身材和健硕的体魄 这使得他在穿衣搭配上有着很高的自由度 无论是休闲装还是正装 他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在娱乐圈中 颜值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才华和实力 王一博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貌 更有着扎实的舞蹈功底和出色的演技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充满力量感和节奏感 能够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而在影视作品中 他也能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展现出自己的演技实力 然而 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是不同的 对于颜值的评价也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王一博这种清冷 立体的外貌 而有些人则可能更喜欢其他类型的明星 因此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个人的喜好 来评价王一博的颜值水平 综上所述 王一博的颜值在顶流中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他独特的五官 出众的气质以及优秀的身材比例 都使得他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 同时 他也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当然 对于颜值的评价是主观的 但无论如何 王一博都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赏的优秀艺人 最后 我们也应该看到 颜值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和才华 王一博不仅在外貌上出众 更在才华和品质上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因此 我们应该以全面的眼光来看待他 欣赏他的优点 也包容他的不足 王一博的颜值一直是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他不仅在演艺圈中以出色的演技和个性魅力著称 而且他的外貌也备受瞩目 王一博的颜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美 更是他自信 坚定和独特魅力的体现 在众多粉丝心目中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人 更是时尚潮流的标杆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外貌特征和时尚品味 成为了粉丝们追逐的焦点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 他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采 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他的每一个造型都引领着时尚潮流 成为粉丝们模仿的对象 从时尚杂志封面到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造型照片 王一博都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和颜值魅力 王一博的颜值不仅仅是他外在的美 更是他内在魅力的体现 他的自信 幽默和坚定让他在观众心目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他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眼神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无数粉丝的眼球 他不仅仅是一位艺人 更是一位时尚偶像 他的颜值和魅力成为了粉丝们心中永恒的追求 因此王一博的颜值